好 那因為現在 其實我本來還想到那個營業稅的問題 本來因為 之前有聽到同學講說 他漲了那麼多的會計 他不知道營業稅怎麼做的 我本來想要跟大家舉例一下 營業稅的會計處理 那不過我們先把課本上面講的 呼吸附在裡面 他大概提了兩個 我們剛剛在那個白板上面 有先講到一個是 產品保證負債 一個是贈品的問題 那我們再舉這兩個就可以了 好 我們看一下呢 這個是第八 有關於產品保證負債的 會計處理方式 其實有兩個 一個就是保證費用氣體法 一個叫做收入氣體法 也就是說 我把產品保證呢 可能留在那種思維 一種去 他的產品保證是跟著產品的 比如說我去買了華碩的電碼 他呢上面呢 當然當時為了吸引我的買 這個採購呢 他就已經先講了說 到時候呢我們就 好 我們談一下 產品保證的時候 他的會計處理方式有兩個 一個叫做費用氣體法 一個是收入氣體法 那這兩個方法呢 其實他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收入氣體 費用氣體法是 他跟你的產品出售的 就綁在一起的 這種時候我們叫做 收這個費用氣體法 好 另外一個是收入氣體法 也就是說 這個收入氣體法呢 意思是說 這個產品保證 你是有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買這個保證 或者是買這個服務的收入 買這個服務 你也可以選擇不要 好 所以它有兩種方式 那這兩種方式 我剛剛講說 一個是費用氣體法 一個是收入氣體法 那費用氣體法 原則上是 你沒有選擇的 你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本來就是什麼 負在這裡面的 那我就用費用氣體法 那另外是有選擇的 我可以選擇買這個服務 我也可以選擇不買這個服務 只是這個買的時候是 當我在賣這個產品的時候 就一定包括在裡面了 所以你要或者是不要 可能在我這個買這個東西的同時 就必須決定進來的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會用收入氣體法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事例8 他說呢 迷道公司在X6年間 銷售50部影印機 每部單價是10萬塊 保證維修期間是1年 好 所以這個呢 是你買我就給你保證的 好 那不是你額外的 所以我們會用氣體 那個保證費用氣體法 費用氣體法的方式 那根據以往的經驗呢 有80%的影印機不會發生 4%的影印機會發生 重大瑕疵 那發生重大瑕疵的時候 我必須投入的 維修費用有4萬塊 然後有16%會發生小瑕疵 那小瑕疵的話 如果我要維修它的話 只要花1萬5 好 這是我的維修 產品維修費用的一個估計 那現在呢 X6年出售了50部影印機 X7年出售了60部影印機 好 那它的這個實際上發生的 支出的金礦分別是8萬跟12萬5千 那做相關的分路 這個的會計處理方式很像什麼 很像我的背底呆帳 當我發生呆帳說不回來的時候 我就先去衝我的背底呆帳 我不用管我的背底呆帳 你的帶方魚兒夠不夠我衝 記得嗎 好 那原因是什麼 我說背底呆帳 它平時可以發生 帶企業方的魚兒 正常魚兒是發生在帶方啊 背底呆帳 正常魚兒發生在帶方 但是呢 我平常的時間裡頭 我可以讓背底呆帳是採訊 七年幫的魚兒 平時是可以的 只要你跌倒的時候 所以你要特別記得 當我編財務報表 我的背筆呆帳絕對不會產生 切方的餘餾 所以我的保證負責也是一樣 當我發現保證的支出的時候 因為我賣這個東西影印機 我不是突然拎心起來的保證的條件 可是我賣這個影印機的時候 通常我就會負這樣的條件 所以它是一個常態性的 所以它就有點像背筆呆帳一樣 所以當我發現保證費用的 實際上支出的時候 我就直接抽我的保證負債 也就是說我先借保證負債 那我的保證負債跟我的背筆呆帳一樣 在平常我是不用管它是 借方餘餘還是代方餘餘 我不用管 但是當我編財務報表的時候 編資產負債表的時候 負債絕對不會產生借方餘餘 你把握住這樣的概念 跟背筆呆帳是一樣的 你的快捷處理就很簡單 不用特別去記憶它 因為它就跟呆帳 背筆呆帳的處理方式是一樣 也就是說我發生的時候 我要去抽我的背筆呆帳 我要去抽我的產品保證負債 的時候我不用管 我的代方夠不夠通 好!因為什麼? 我在平時的時候 我不必去管這個帳戶的餘餘 是接方餘餘還是代方餘餘 但是當我在編財務報表的時候 背筆呆帳、保證負債 它一定只能什麼? 產生代方餘餘 它不會產生接方的 產生接方一定是有問題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勢力8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它差8年賣了 這是根據它以往的經驗 它會有這樣的維修費用的發生 重大匣池有40%的可能性 會發生4萬塊 那小匣池是根據它銷售的比例16% 那會發生1萬5千的維修的支出 好!那我們說的這個產品保證負債 我可以年底再來做調整 所以平時發生的時候 X6年間我發生維修費用的時候 請你看一下 它這邊講 X6年間發生維修的支出有8萬 那我剛剛講過了 它跟背筆呆帳一樣 我發生呆帳的時候 我就直接先衝我的背筆呆帳 我不管我的背筆呆帳 有沒有代方餘餘 代方餘餘夠不夠 我不用管它 所以這一樣 所以當我發生實際支出的時候 我先衝產品保證負債 好!負債先衝到戒方啦 我先寫在戒方 所以如果還沒有調整之前 我是產生戒方的負債充目餘額 好!那我再一方看是直接付現金 或者是你的零件 或者是材料零件 好!因為你產生的維修可能你需要什麼? 換零件啊 所以你的零件存貨就會減少 好!那因為它這邊沒有告訴我說 你的維修是富雄的東西 你是用什麼東西去做維修? 我是用人力呢? 因為人力就是付現金給員工、薪資嘛 另外一個如果你是換零件的話 你的零件存貨就會減少 好!那插入年的12月31日 這是發生保證這個維修支出的時候 8萬塊 那我到年底的時候 我才去估計我的什麼? 產品保證費用 在產品估計 產品保證負債 或者是估計產品保證負債 你寫不寫估計兩個字沒什麼關係 我現在前面既然沒寫 我就不要寫好了 產品保證負債 那你寫估計產品保證負債 也可以也很好 因為它就很 就直接點出來 它是一個估計負債的性質 好!那我的金額怎麼算? 它已經講說我 它就連賣了50部 好!每部是10萬塊 好!這是我要賺金額 好!對不起! 這個是我的收入 不用管它了 因為這裡我只寫產品保證的部分 好!我賣了50部 50部裡頭根據以往的經驗 有4%會發生重大瑕疵 重大瑕疵我需要支出的 維修費用4萬塊 另外50部裡面有16%會產生小瑕疵 好!所以有多少會產生小瑕疵? 然後我每一部需要維修的費用是 估計是1萬5 所以去算出我的產品保證費用是多少 所以10部乘上4%乘上4萬 然後再加上50部乘上16%乘上1萬5 所以我的產品保證費用是20萬 所以年底 X6年底的時候 我的保證費用損益表的科目費用20萬 我的資產負債表裡面的 估計產品保證負債余額是代方12萬 就這樣 好!然後再來看一下 因為他只有給我們X6年的資料 有了!X7年我賣了60部的影印金 那當然是我這邊就省略掉什麼借現金 或借印收帳還貸消貨收入這個分路 這個我就省略掉 然後X7年的時候 好!我們來看一下 X7年它實際發生的保證支出 這個維修支出的工廠12萬5千 所以X7年的時候 我一樣借保證負債12萬5千 貸現金或存貨零件12萬5千 實際上發生的支出跟X6年一樣 然後X7年底的時候 我這邊寫一下 這是X6年好了 所以這邊時間我就把它X掉了 因為科目是一樣的 只是X7而已 好!X7年底的時候 我的保證費用 根據當年度的銷售的數量來決定 好!那因為它估計的瑕疵啦 它的支出或者是比例沒有變 好!這個數字沒有變 所以我一樣 它賣掉60步 4%會發生重大瑕疵 16%會產生小瑕疵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保證費用會發生多少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60步乘上4%乘上4萬 然後再加上60步乘上16%乘上1萬5 所以我的產品保證費用24萬 好!這是費用忌提法 這是事例8 所以可以看一下這個課本上面寫的 好!就是在508頁 跟我寫的是一樣 一直X 收入內沒有去寫它而已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 如果是收入 剛剛是費用忌提法 現在是收入忌提法 事例9 好!那沿著剛剛那個例子 它只是改變了什麼? 它說呢 這個出售章品的時候 允許客戶另外支5000塊來保證 好!來加滿 保證期滿後兩年的維修 也就是說差6年它買了 它可以保證1年 這一年你不用付任何錢 你只要正常雄之下發生的任何瑕疵 它都負責維修 但是1年之後你可以再買再付5000塊 就給你保證2年 好!所以等於是這5000塊 這兩年的保證你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買我可以選擇不買 好!所以它就用收入忌提法 好!它這邊講呢 好!事例9它就說 差6年50部的銀利基里頭 有20部加滿了這個服務 好!然後這20部都是什麼? 年底購買的換年支 它差6年底購買 它的第一年的保證到差7年底結束 所以差8年之後 如果它有任何再需要維修的話 它有加滿這個服務 就可以免費幫它維修 因為它已經買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另外要寄費 它的意思是這 所以差8年、差9年 這20部分別發生的維修支出是4萬跟6萬 好!那我們來看4萬6 好!4萬跟4萬6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是收入額外發生的 就前面都一樣 前面都一樣 只是因為它額外在發生這樣的一個收入 所以它在這邊產生了 它的銷貨收入一樣 只是它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它的預收收入 所以它產生了借現金或應修帳款 看它直接付現金的美 因為有20部另外付了5000塊 所以20部乘上5000的話就是10萬塊 所以借現金或應修帳款 看到付錢了沒?10萬塊 代預收保證收入 所以它是一個保證性值來講 它是一個什麼? 服務性值的收入 好!但因為它買的是兩年 所以當它發生維修支出的時候 它一樣借維修費用 代現金或什麼? 因為他已經跟前面的保證負債不一樣了 保證負債它是發生的時候 我是直接借產品保證負債貸 貸維修支出 現在這邊的4萬、4萬就是這個20戶的 有額外滿兩年的服務收入的產生的維修 所以他就直接借維修費用貸現金 請你記得他跟前面的 跟那個一年的保證的不一樣 因為他這是額外買的 所以當他額外買的發生了維修 他就直接借維修費用 在現金或其他或零件支出 好 零件存貨 然後重點在於這個保證收入 預收的保證收入 因為他保證兩年 所以時間的經過 他就會過期了 所以從預收轉為收入 所以差7年底 因為他滿了1年 差6年賣的 所以他保證1年到差10年底 所以差8年之後 他如果額外發生了維修 他就必須什麼 承認維修費用貸現金 然後每一年的年底 他把預收轉為服務保證收入 預收保證收入 好 因為他是用年來算 所以我就是什麼 1年 2年是10萬 1年就是什麼 除以2 用直線法再保證收入 5萬 差8年、差9年 一樣的寫法 金額是以後 因為他用直線法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差 你可以看4例9 好 他是不是差6年 因為同時買方付了5000塊 來買這個 未來保證期滿之後2年的服務 所以他是借現金 但預收產品保證收入 然後他發生維修的時候 額外這個部分維修 他就承認產品保證費用 然後年底再把產品保證收入 預收的轉為收入 這是509頁所寫的分錄 好 那509頁差8年、差9年 他的保證收入 預收的收入轉為保證收入 就是什麼? 直線法 就直接除上1年就好了 好 如果直接包含在售價裡面 他就是費用計提法了 就回到第8 是第8的狀況了 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 就像我們說他保證1年 就包含在售價裡面 我賣你10萬 保證你1年 所以不會說包含在售價裡面 可是卻用那種 補收入計提法 不會 不會 他給你的條件就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講說 如果是跟著你的產品 你不用選擇的 沒有選擇買或不買的 我就用費用計提法 如果是可以讓我選擇 我要不要買這個收入的 那我就用什麼? 收入計提法 就市第9的例子了 所以這兩個就看你們當時候這個消貨條件 是怎麼決定出來的 好 那 這個第二個分路 它是一定是在這個年底都做 對 可是我看課本的話 它是在保證維收支出的時候 才有就是做這個分 這個以維收轉為收入是年底 好 因為這個例子是剛好是差6年底滿 所以滿1年是差7年底 你結束從差8年、差9年、兩年 可是如果它說差6年的 假設好了6月30號滿 差7年的6月30號就期滿了 所以它保證到差9年的6月30號 所以差7年的7月1號到6月30號 我就要開始算1 4年的保證收入了 好 所以基本上 這個沒有時間經過而承認的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它放在什麼? 年底 當然我剛講說不是年底你才做調整 你只要編財務報表你就要做調整 這個就是調整 這個就是期末調整的一種 編表前的調整 因為你時間經過收入就產生了 好 這樣可以看懂 所以這個基本上我們說 因為假設是1年編表一次 報導期間結束你才編表 所以報導結束因為那天我才做調整 可是如果我要編記報 對不起 每次你編報表你就要做調整 你只要每次編報表你就要做調整 好 這個基本的動作你一定要搞清楚 我們現在只是為了方便你 不要說你太平凡做 所以我們說假設你1年才做一次 好 可能那部分實際上是只要用編裝 對 調整 調整這個動作 只要你要編財務報表 你只要編表 你只要做調整 所以折舊你不是說1年我才調整一次 折舊1年才提一次折舊 不是啊 如果我每一季要編報表 那我就要每一季要去修一次折舊費用的計算 只是提液什麼? 3個月而已 1季3個月啊 不是提一年而已 好 所以調整這個動作 請你記得只要你編財務報表 就要調整 只要你編財務報表就要調整 好 所以什麼情況? 那上市櫃公司要編季報 要編半年報 所以他一年要調整幾次? 4次 第一季的季報 半年 第三季的季報 全年的 所以他是不是要做4次? 好 所以這個事情特別要留意 好 這個是調整所產生的 好 這樣清楚嗎? 好 你沒有編季報的話 你沒有編 半年報 你沒有編報的就不用做 你就不用做 好 所以我現在強調一下 調整是 這個動作我們雖然說在會計 我們初壞裡面講說 期末要做的事情 其中一個動作就是調整 但事實上調整不是期末才做的 好 事實上調整是你只要編報表 做就要做調整 好 講清楚嗎?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贈品的問題了 好 那贈品就有點像我們剛剛所講過的 只要現在多了贈品的存貨 因為你要這個贈品要送出去 所以你要先買東西進滿 所以他多了這個動作而已 順勢力時 你看一下呢 好 插六年啟禁公司為了促銷它的 激融業賣片 然後舉辦了集合蓋大正獎 只要集合10個瓶蓋寄回來 那就做保溫杯一個 好 那活動期間到 插七年的6月30號 然後呢 插六年它出售的 激融業賣片一共有2萬盒 每一盒180塊 這個就純粹是賣燕賣所產生的收入 所以是借現金貸相貨收入 就2萬盒乘了180塊 或者是應修賬款 看他收到了錢沒有 然後估計呢 我的2萬盒裡面 我有70%的核代寄回來 好 那70%呢 你可以看2萬會寄回來的是多少 1萬4 那1萬4的核代呢 10個核代才可以換一個贈品嘛 所以你到時候要寄 你要發動的贈品有多少 1萬 1千4百個 因為寄回來要求換贈品的 有1萬4個核代 10個核代才換一個贈品 所以1萬4除以10 所以你要付出去的贈品是1千4百個 這是你的估計出來的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你要送的那個贈品是保溫杯 好 然後我先買進來 我買了多少 1萬5 1千5百個 每一個是150塊 好 所以你買這個東西 好 你的贈品存貨 所以你要什麼 1百50 1千5百個乘上 150塊 好 一個 所以我買這個贈品存貨 一共花了22萬5千 好 所以我銷貨費的先不管 好 所以我花了贈品的時候 我買進來贈品 我是借贈品存貨 22萬5千 貸現金或應付帳款 好 22萬5千 這是我買進來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那我插6免筆的時候 我估計的時候這個是期末在做的事情 那我插6免的時候 我已經有8千個核蓋寄回來 8千除以10 所以我要送出800的贈品 好 所以我寫贈品費用 其實贈品費用某一個是什麼 就是推銷費用的一個 好 我們說我的營業費用分成 碗裡費用跟銷售費用 那贈品費用是算什麼 銷售費用的一項 它是營業費用 那營業費用我們是分出 管理費用跟銷售費用 所以贈品費用 它是歸類在銷售費用的一項 好 贈品費用 或者是你要寫退銷費用也可以 好 然後呢 我一共花了多少 花了 一共寄出去800支的保溫品 但800支的保溫品我寄出去的時候 每一支保溫品我還要發生什麼 處理成本 處理成本包括什麼 譬如說郵寄的費用 好 所以800個 然後呢 我要乘上什麼 我乘上一個是150塊 然後另外要加50塊的屬體費用 所以等於一個贈品 我的支出會有200塊 所以800乘上200 所以我的贈品費用是16萬 16萬裡面有800個 是贈品存貨的減少 因為我把保溫杯寄出去了 所以贈品存貨就會減少 那一個800個一個是150塊 所以是12萬 另外我產生了付現金出去 譬如說是郵票的錢或什麼 好 就4萬塊 好 這是寄出去贈品 我所做的事情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期末的時候 好 期末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我到時候是不是估計 我的贈品呢 我是不是2萬盒 百分之七十會寄回來 然後十個換一個保溫杯 一個150塊 加上什麼 處理成本二十 五十塊 所以我處理一個贈品要200塊的成本 好 所以我的促銷費用 你可以算一下 我是1萬4乘上 除上10乘上200塊 所以我的贈品 估計要投入的是28萬 我要換一下28萬 好 這是我的估計嘛 七產會寄回來 一共花了 估計要28萬 但是差6年的時候 我已經先產生了16萬了 所以接下來我再承認贈品費用 我前面已經承認了16萬 所以我還要差多少 12萬 帶贈品負債 估計贈品負債 十二萬 十二萬 這樣看懂嗎 這樣看懂嗎 好 那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我為什麼不要這裡 我就寫贈品負債 我期末再承認是贈品負債是28萬 比照我剛剛講的產品保證 一樣的處理方式 我這裡為什麼不這樣寫 我們產品負保證 那你保證費用一樣 前面已經發生 後面沒有發生 估計以後會發生的 不一定會發生 跟產品保證一樣 我是估計 可是他也不一定 一定發生這麼多 為什麼不會這樣寫 我們產品負保證 絕大部分是 我有賣這個東西 我就一直會有這樣的一個 保證存在 這保固期間 大家都一直會有的 但是這個贈品 我不是長期的 這樣懂嗎 我再說一次 我產品保證的時候 我只要賣這個東西 我就會一直都會有這個保證存在 所以我是常態性的 但是這個贈品呢 你可以看嗎 他是不是很清楚告訴你 我的贈品的活動時間到 差七年的六月三十二 就沒了 以後我還是要賣業賣天 而且對不起 我就沒有這個贈品了 所以他不是一個常態性的 因此我就會選擇這樣的處理方式 所以我就不會先承認負債 請我再來做調整 不會 因為他不是常態性的 這樣搞清楚 什麼情況之下我怎麼處理 好 好 那再來看一下 差七年的時候 你把我往下講 那差七年的時候 他再寄回來五千五百個 好 因為他已經寄回來 就是什麼 差七年的六月三十號 那你說他寄回五千五百個 好 那你是什麼時候做的 其實他寄回來你就做 就處理了 好 所以他就沒有特別去講他的時間點 好 所以我們差七年在發生的時候 差七年他再寄回來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承認贈品費用嗎 因爲什麼 我請你已經承認過了 所以我就是衝這個負債而已 因為當時候 我就針對差六年賣出去的燕賣片 去做這個處理 所以我差六年賣出去兩萬盒 只是他可以什麼 可以什麼時候回來要求換贈品的 那我就是 有的人我就是托嘛 反正你給我的是六月三十號 我知道六月三十號 再來做就可以了 好 所以一樣是差六年賣出去的 但是他差七年他才寄回來 好 所以五千五百個 我就要寄五百五十個的贈品出去 好 所以我是借贈品負債 好 差七年的時候 我借贈品負債 好 帶贈品存貨 因為我要寄把溫杯出去 好 贈品存貨 好 另外我還有處理成本 五十塊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五百五十個乘上兩百塊 所以是十一萬 好 那贈品存貨五百五十個乘上一百五十塊 所以是八二五零 好 剩下來的五百五十乘上五十塊 所以是二七五零零 好 我做 寄回來的時候 我做出去 那到差七年底的時候 那當然你說了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年底 我可以六月三十號就做 因為六月三十號就結束了 你沒有寄回來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好 所以這個贈品負債 我原來在差六年底的時候 我承認十二萬 到差七年我只衝掉了十一萬 這個負債我到年底 或者是我六月三十號 我很積極 我差七年六月三十號 我要半年報 我就是審視我的負債 還有沒有存在 就發現這個負債 因為已經贈品的實際 活動時間已經過了 所以他再寄回來 我也不會給他了 所以我就把贈品負債 就不存在了 因為這個負債 我不會再清 不會有清場的時間點 但是這個負債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贈品負債就把他沖掉 剩下一萬塊 我就把他沖掉 贈品負債沖掉一萬塊 成我 那沒有這個負債 就是我的其他收入 換言之也是說 我上個年度承認的費用 承認多了 好 我本來估計會有1400個 存貨那個贈品會送出去 結果我沒有 沒有送出去那麼多 好 我只送出去800個 加550個菜 送出1350個而已 所以我少了50個的贈品 沒有送出去 所以這個負債就不會再需要清場了 所以我就轉為收入 好 那我剛剛講說 因為你成為收入 是因為我上個年度承認的 估計的比較多了 那事實上我發生的沒那麼多 那雖然是以前的年度承認多了 但是我不會去做調整 因為它不是錯誤 估計變動不做既往 這個觀念完全用上來了 好 我上個之前估計會發生1400個贈品 結果最後的結果只花了1350個 所以我多估計50個 好 估計變動不做既往 你不會說那我上個年度的 前期損益調整 錯了 前期損益調整不用 好 你說上個年度的贈品 不用估計多了 估計發生變動不做既往 所以我這邊就承認其他收入 這樣看懂嗎?這樣可以嗎? 好 還有一個問題 我當然這個時候把負債都充完了 這邊帶一個12萬的負債 好 這邊我把它擦掉 好 因為待會下面馬上有人要上課 這邊帶一個12萬的負債 那個 對不起 戒一個12萬的負債 然後我這邊有戒11萬 戒1萬 但我的贈品負債全部充完了 對不對?充完了 沒問題啊 那我們看一下 我的贈品存貨這件事情 好 我的贈品存貨 我用T字盪來匯總它好了 贈品存貨 原來買進來22萬5千 好 這邊充掉12萬貸房 這邊又充掉82500 好 贈品存貨 82500加12萬 減掉2025000 最後剩下25500 七方剩下22500 這個存貨會是存在的 對吧? 因為我贈品的活動已經結束了 我買了1500個 我只送出去1350個 還剩下150個 在這裡 好 那這個最後會怎麼辦? 課本上沒有交代啦 那本來它就有可能很多的處理方式 一個 假設我把它賣掉 好 通常呢 你可能不會賣啦 因為這不是你本業嘛 你把它賣掉也賣給誰? 最後就是 期末 員工這個同樂會 有沒有同樂會 我不知道 摸彩 這個東西太便宜了啦 不過基本上來講 因為這個課本上面沒有特別去強調這個 你證明存貨沒有送出去的東西怎麼辦? 好 沒有規定一定要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什麼? 送給員工 請問一下 如果你送給員工 你的分路要怎麼寫? 因為你證品存貨要衝掉了 你把它送出去啦 你送給員工你的分路要怎麼寫? 你如果送給員工的話 你的分路會怎麼寫? 一定是代正品存貨 因為你先送出去了 你企業方為什麼? 假設你送給員工 職工福利 職工福利是一個費用科目 職工福利 這個 因為我們很少用到這個科目 職工福利 職工福利其實在我們的所得稅 那個秉立事業所得稅的申報上面 它的 它有一些規定 職工福利你可以呈現多少的金額 可能看你有沒有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來決定 如果你有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的話 你職工福利可以當年度的什麼 收入的百分之1.5% 這個是另外的 所以我現在說 如果你送給員工的話 那你就借職工福利 帶正品存貨 那如果你說 那我就是當送給客戶好了 那我就是借什麼? 如果我送給客戶的話 那你沒事為什麼要送給客戶? 你是不是要對這個客戶表示友好嗎? 以後你的生意能夠什麼? 永遠不絕地坐下去嗎?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交際費 對啦 好 如果你是送給客戶 我就叫做交際費 好 當然稅法上面呢 盈利謝所得稅的這個稅法上面 插合準則 那國稅局插合準則 交際費他也有規定上限的啦 好 所以這個是課本上面沒有講的 我只告訴你說 那你以後 你到了公司以後 老闆說這個東西沒有用完的話 我怎麼辦? 你說 哎呀 我們課本上面 老師上課沒有講到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有很多的處理方式 你也可以賣掉 那你就是借現金帶贈品重貨 你也可以送給員工職工獨立 你也送給客戶交際費 就如此類 看你怎麼決定 怎麼用它都可以 如果你說這個東西 哎 現在不是304的不鏽鋼 不鏽那個保溫杯都是不鏽鋼的 那如果不是304都沒人敢用了 因為時空的改變 以前我們常常叫不鏽鋼 就覺得應該是不會生鏽就是好的 現在沒有時空改變說 沒有304的不鏽鋼 其實是很 還是會釋出有毒物資的 所以我們當時要做的時候 我們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 或者是不知道有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做了 沒有這個不夠Qualify的不鏽鋼 所以最後這批貨呢 我們也不要危害人家了 萬一讓人家用了以後 釋出有毒物資 就我乾脆把這個當作垃圾丟了 那我就是什麼 借筍絲 帶贈品重貨 好 如果我說這個保溫杯是有問題的 好 那你也想說不要 雖然它做得很漂亮 可是用起來之後 你會釋出有毒物資 你會害人家中毒啊 會生病啊 好 所以我就乾脆把它丟掉了 那我就叫做損失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